大家好 我是阿欣 在包头的建设广场 睡了一晚 对面就是奥体中心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 昨天晚上睡的还可以啊 早上在这边剪了个视频 然后休息了一下 昨天晚上还下了大雨啊 所以今天天气比较的 阴没有什么太阳 准备出发了 前往乌河浩特 170公里 昨天晚上下大暴雨 把这个鞋子弄得有点湿 现在穿的是拖鞋 这边都有专门的骑行绿道 整个城市公园绿化 非常的完美 在城市的森林中的绿道骑行 还是非常惬意的 9元 乍一看会不会以为在原始森林 这是在城市中心 是在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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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去快一点了 一会的话这边城市里面要下雨啊 看一下这个天 乌云密布 进入东河区 东河欢迎你 包首市好像有好几个区啊 然后现在下雨了 刚刚地雨滴 现在雨下大了一点 感觉我得找一个躲雨的地方 稍微低下雨啊 看那个山长里面有没有吧 应该有屋檐 越下越大 哎呀 我去 找到一个楼梯间 现在外面主要下大雨了 你不能说非常大吧 但是你看这个雨滴 也是一直在下 终于 也不好骑车 就这么一会儿啊 都淋湿了 先在这里稍微躲一下 等雨小一点 好了 雨已经停了 内蒙这边好像有很多 这个维多利广场 顺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 摩尔城 这一路红绿灯太多了 城市里面就是这样 骑得好慢一个 今天还下雨 这就是东河 我们现在就在东河区 太多的红绿灯了 一等就是一分钟一分钟的 越走雨下的越大呀 这也没什么遮挡的地方 现在前往土莫特 差不多离开包图的圈区了 在这里躲一下雨吧 这个树够大 可以把雨挡住 这个地都是干的 看下外面都是湿的 雨好像下大了 在树下都长不了了 滴水呀 为何今天会下这么大的雨啊 完了 这怎么办呢 好像一下子也停不了呀 接下来天气很热烈呀 雨越下越大了 完了 被困在这里了 早知道今天就不走了 现在慢慢往前面走吧 走这个林道柱下面 雨小一些 看看能不能找个录音地 今天好像是走不了了 一直在下雨 先继续往前骑吧 现在雨下的小一些 萌萌细雨 还能接受 不像那种大雨或者中雨 没骑一会儿就全部淋湿了 现在的话只是有一点点 这个天气穿拖鞋 骑车还有点冷 但是不穿拖鞋 鞋子也会全部湿掉 现在雨有点下大了 雨点打到眼尖 有点不太好影响视线 是什么 都不太好 是什么 有点不太好 有点不太好 闪了 也得到了 是什么 我尽量了 我尽量了 我尽量就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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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个车 这好像这个都是拉煤的车 路上的水都是黑的 现在外面雨下的比较大 我在这里找了一个没有开业的门面房 然后这里稍微能抖一下雨 上面有一点点的雾液 只有这么宽的地方淋不到雨 没办法了 现在已经晚上快六点钟了 今天只能在这里将就一晚了 确实是走不了 汪汪没有想到 今天出发地下下雨我不奇怪 但是它连续下了一天 我就有点奇怪了 看来到这边的话 已经离内蒙的草原越来越近了 这边气候的话就不怎么缺水了 这边的避雨地有点窄 大帐篷的话也没有太大效果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效果 我看到对面三棵树下面倒是挺干的 但是也会有雨 稍微好一点 而且那里刚好没有路了 搭在这里也不会影响人家 这里本身它没什么人过来 没有人走 考虑一下看看网上把帐篷搭在哪里 这里也可以 这里上面还有一个瓶盘 刚刚把帐篷搭好啊 晚上的快七点钟了吧 外面也快天黑了 在外面还有点冷啊 现在里面没封好一点 然后我这个睡的东西还没放 这个是铺了一层铝箔的防潮垫 这样的话水分 就是说有一些漏水的话 就渗过来就不怕了 外面的话 弄了这个雨布啊 也不用担心会漏雨 晚上的话就简单煮一个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叫什么 年糕对年糕 煮单 简单煮个年糕吃吧 锅和炉子都已经拿过来了 东西都准备好了 点火喽 加水 因为空间太狭角了 所以的话 必须把这个门给它打开 这边的话 打开没关系 因为也不漏雨 有点风进来 空气流通 所以开了 准备把这个年糕给它下进去 这好热 在帐篷里面 因为现在有很多水蒸汽啊 哎呀 这个是年糕 要不要把它一个一个搬碎啊 不在行 还是搬碎好一点 等一下船不开就不 这边处于一个村落旁边啊 还是有一些吃饭的 他晚上的话 我不想去买吃的了 所以的话就自己做一下 刚好这个年糕的话也带了很久了 把它吃掉再说吧 现在这帐篷里面的湿度 直上百分之百的湿度呀 都是水蒸汽 湿度太高了 现在我给它换了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整个热气就从这个上面飘走了 帐篷里面就好一点 煮的差不多了 这个年糕 现在还比较烫 一带煮了还是蛮多的 就是好像煮成了白白汤一样 这里还有榨菜呀 正好 反正这个味道比较清淡 晚上就在马路边 这边货车挺多的 所以声音还蛮大 我晚上睡觉应该还是你能睡着的 好像这两天运气不太好 一直都在下雨 看着一下天气预报 明天也要下 还好 我现在吃在一个村子旁边 不用担心没东西吃 看看这个雨 雨都下了一天了 还在下 刚刚吃完饭 然后把那个睡觉的东西给他弄好了 这个垫子都还没有铺呢 躺一会吧 一直坐着一泪 帐篷里面也直不起身了 挺困的 没休息了 也不知道这个声音能不能睡得着啊 今天走了没多少公里 大概走了20多公里吧 然后还没有出包头市区就开始下雨 走到这边就下得越来越大 然后在这里待着也走不了 所以的话晚上就只能在这个屋檐下面 搭个帐篷了 还行吧 还行吧 有一面墙的话 打不到雨的话就好很多 然后风的话也好一点 因为毕竟有房子嘛 在这里也不会积水 所以的话底下也不用担心 上面的话有我的雨部 也不会漏雨 就只能呆在这里走不了 有点 这个天气 像江南一样 因为现在内地的话是梅雨季节 所以的话下雨比较多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这边下雨也这么多 所以说七行就这样 下雨天就 也不是说就是说一点不能走 但是就不方便 因为你走的话身上也会淋湿 所以的话 尽量我们下雨天就休息吧 希望明天天气好一点嘛 明天虽然说也显示下雨 但天气预报并不是一定准 希望它不要下了 今天晚上就把它下完了嘛 今天已经下了 接近一天了嘛 就是从下午开始一直下到现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